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民进党当局在今年岛内汉光40号演习中发布所谓 飞弹火箭攻击台特定地区威胁告警 岛内许多公庙被要求签订弹药预囤点支持协定书 引发恐慌和质疑 有舆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是在跟随美国指挥棒 强化所谓全民参战 焦土作战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昨天的例行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民进党当局极力地贴靠美方一意孤行 加紧意外谋独 以武谋独 导致台海紧张动荡 严重地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 他们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 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权购买美国武器 千方百计地迎合美国一步一步将台湾 绑上台独的战车 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 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对此是有强烈的反对和不满 他们充分认识到以美只会害台 以武谋独更是绝路一条 民进党当局应当放弃以武谋独 意外谋独的企图 停止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感谢您的观看